诶?是说Faker的生日是每年MS赛的期间吗?还是世界赛的期间啊? 我印象中好像都会在国际赛的时候过生日 但是我忘记是MS赛还是世界赛了 5月7号啊 耶~~~ 5月7号那天有比赛吗? 5月7号已经打完入围赛了 诶是说有人会去这个活动吗?你们看一下这个 李哥联盟Faker生日的应援活动 反正就是他办了一个活动 然后在PED写了一个很赞的文案 听说英雄联盟这款游戏很好玩 也会想玩看看 但我怕游戏内容太复杂看不懂 有没有人可以带我入门从零开始? 台北年龄不愿透透的F小姐 我打Long已经有几年了 比我玩陆坑的都上白金的 之后我结算还在银牌 我这辈子有机会爬上一次大师吗? 没有机会 有考虑当电竞选手吗? 我当然有考虑当选手啊 选手可是我最想当的耶 不用担心李哥联盟来了 你看这个很屌耶 这个图做的很屌 5月4号到5月13号啊 在那个台北的 散岛市捷律商旁边有个咖啡厅 高雄的话是有一个便利屋 漫画便利屋 有活动啊 就是你去那边好像 只要有消费的话 不然这边会写 你可以在那边 不限金额低消 可以领取一份印言物啊 那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去啦 我在看心情去啊 感觉现场应该很多妹子 因为T1粉超多妹子的 还是去那边搭讪一下 后继我直接把文轩给伙伴看 他直接吐槽李哥 哪有可能对银牌这么友善 菜得像一个大师一样 没有啦 这个活动不会有faker本人啦 5月7号呢 可能会有faker本人 那就只是一个活动而已啊 你以为打假赛就直接取消赛区资格 我觉得也没必要取消啦 因为这样那些没打假赛的人很无辜啊 虽然说他们每一队都能被抓假赛就对了啦 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没问题啦 这样没问题 其实我觉得一个赛区只要 传出假赛的传闻之后 他就离毁灭不远了 只要发生一次假赛之后 未来啊你只要打的比较差一点 或者是那个画面看起来很怪 就有可能他失智还是怎么样 但是他就是画面很怪就会被质疑假赛 就算你只是单纯的内场打不好 或者是突然脑子不清醒 或者是什么判断错误或资讯落差等等等等的 你只要打的很奇怪 你就会被质疑假赛 那这个环境呢 是没有办法孕育一个好的联赛好的选手的 为什么LCK LP有这么强PCS不行吗 第一人口嘛 但人口不是绝对的因素啦 但人口确实是一个点 但他不是最主要的因素 那第二个是 唉 我真的觉得一个伺服器的风气很重要啦 PCS的赛区的伺服器就是 东南亚伺服器嘛 还有台服嘛 啊就 常年就是外挂啊 洗分一大堆啊 都橘色管的啊 橘色又不管又不处理 啊反观韩服 很机理在所好嘛 那你说 LPL 中国伺服器 也没什么在管 这种外挂洗分啊 啊所以他们的伺服器很臭啊 可是他们可以就近打韩服 而且人口基数多啊 稍微弥补了这样的问题 而且LPL还有一个最大的魔术啊 你们知道什么吗 钱啊 LPL赛区以前都是靠什么 韩元叠出来的啊 你LPL没有好的伺服器 没有好的环境 但有的什么 有钱啊 有的是钱啊 所以你还是能 支撑足够强的一个联赛强度啊 唉 很多因素啊 很多因素啊 不是单单一个两个可以讲完 一两句话可以讲完 峡谷之巅环境怎么样 唉其实我没玩过峡谷之巅 所以我不知道 峡谷之巅 到底环境怎么样 唉而且 唉 你们讲到这个 别的赛区选手很努力 这件事情啊 其实我觉得啦 不能说PCS选手不努力耶 我也看过很多PCS选手是很努力的 但 我就觉得现实一点嘛 就是基本上大家工作是为了什么 为了钱嘛 应该说有钱的话 很多事情能够解决嘛 你没有热情 但你有钱 你说不定就有继续有热情啊 那 PCS选手基本上 薪水不是很高嘛 就跟LCK LPL相比 薪水不是很高 那 当你热情模玩的时候 就是靠 薪水去支撑嘛 但薪水不多 所以很多人啊 热情很快就下降了 可是LPL LCK 不太一样的点是 他们的金钱足够多 而且他们 竞争够多 你很难让 玩竞技游戏的人 感觉他到达顶点了 你们知道嘛 就是他不会满足于现况 你知道 就是大家都想先干个第一 之后才有可能热情消退嘛 对吧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 你在这种大赛区 你很难干到第一啊 你真的干到第一 你还有钱 保持你的热情什么的 很多啦 那PCS选手 就是很认真的有啊 可是他们的薪水就是那样子啊 那所以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就会慢慢下滑了 好啦 打戏多棚 赶快回家吧 MSI第一个淘汰的队伍 ESD 中南美洲联赛 明年差不多也可以合并了啊 就是观看次数已经是 各联赛里面最低了 然后打国际赛的时候又超烂 明年要马跟巴西合并 要马跟北美合并吧 去跟绕得合吧 其实以地理位置来说 中南美洲联赛就LLA嘛 是跟巴西联赛合是最好的 因为都是在南美洲的位置嘛 可是呢 语言上是不同的哦 巴西是讲葡萄牙语 中南美洲是讲西班牙语 那你说LLA 就中南美洲联赛 跟北美合的优势在哪 因为北美有很多人是讲西班牙语的啊 所以其实 中南美洲联赛去跟北美合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刚好可以补足 北美联赛 这个西班牙语转播上的缺陷 所以我觉得跟北美合并是比较有可能的做法 虽然说地理上相距比较远啊 但是呢 站队全部都直接搬到北美就好了 老哥我地理这么好哦 这不是基础吗 哎呀在台湾读书犯法了哦 葡萄牙语跟西班牙语两者蛮接近的 对但是 比不上我刚刚讲的嘛 美国里面本来就有一堆人在讲西班牙语 而且 还有一个点我刚没讲到啦 北美赛区现在也在下滑啊 可是巴西赛区它还是一个比较强盛的赛区啊 所以它没有必要 去跟中南美洲合并啊 你两个弱的合在一起就好了啊 你何必拖一个墙的下水呢 哎 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件事情啊 通常国际赛啊 你打完 就假设你已经被淘汰了 你隔天 就会拿到机票回家 它不会有时间让你留在那边观光什么的 如果你要留下来观光可以 可是你回程的机票就要自己买 Riot就不会帮你买那张机票让你回去了 因为来回的机票Riot会赞助嘛 可是如果你想特别自己留下来玩 还是怎么样的随便 你的回程机票就要自己买 不是当天吗 隔天 不会当天啊 Riot买的是经济舱还是商务舱 经济舱 之前不是有新闻吗 LCK为了国际赛 帮全部的人升级成商务舱吗 就有一年啊 LCK4队出去比赛的时候 全部能做经济舱被骂啊 去年世界在PSG就是隔天回去吗 都是隔天回去的 不是下台就给三小的啊 要改机票也要时间的啊 就是它会帮入围赛的战队 全部买入围赛结束隔天的机票 那如果你提早淘汰 就会提早帮你改到前面 因为你少住一天 等于Riot省了一天的餐费什么的嘛 还有住宿费嘛 所以他一定希望你提早走啊 那Riot已经帮EST改好了吗 应该正在改了啦 去年PSGMSI有去PSG总部观光的时候 对啊 那个就是自己改自己 自己去观光啊 小二师干嘛 你给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不到你啊小二师 看得到耳朵 小二师 小二师 小二师站起来 小二师问号 他就叫小二师啊 他的名字就叫小二师啊 那他会跳斩吗 我跟你讲 最常被讲两者 就是他会不会跳斩 第二是他会不会开反击风暴 会反击风暴吗 如果有时候 你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的时候 他会把垃圾桶打翻 然后把里面的垃圾全部咬烂 这样算反击风暴吗 你们看他现在一直坐在这里 他现在一直坐在这里 看到我手上这个 他很想吃啊 对啊 上次还有个观众 就跟你讲的一样 哦好险里面波比的 那你应该屌打假二师 他不带到镜头调一下 好啦 反正比赛现在不重要了吗 给大家看一下假二师 假二师 假二师 好啦现在视讯改这样 直到他离开为止 他走了啦 他去分带了 他算个性很好的柴犬了 还是改天把他的头拿来做一个贴图 老哥帅哦 哪有你帅啦 红色警戒 我也是老爱玩红色警戒 你看看你这个ID 前阵子红色警戒二不是登上那个吗 Steam吗 我还买回来诶 赎罪一下 小时候都玩盗版的啦 我红色警戒很强诶 我都玩法国 然后在那些岛上正手一些关卡 然后拿那个大炮在那边轰的 不过其实我觉得最好玩的 应该是中国还是苏联吧 我记得不是有一个叫做V5火箭炮的吗 范围超级远的 有机会开台玩吗 曾经有开台玩过啊 但没人看啊 所以应该不太会开台玩 不过我这边可以顺便跟大家聊一个我同年回忆啊 我会玩红色警戒是因为我的舅舅啊 我以前很喜欢跟他玩红色警戒 直到有一天他喝醉的时候 然后我跟他玩 我就觉得他有点作弊你知道吗 我忘记他做了什么 我有点不确定他是作弊 还是没让我 因为他很强 反正我就在那边跟他闹脾气你知道 因为他就爆气 然后摔电脑 然后整个在那边乱吼乱叫的 我就被他吓到了 我记得我还被吓哭还是怎么样的吧 然后后来从此之后 我对他就有点疙瘩 也没再跟他玩过红色警戒 那个时候我好像 国小而已吧 我就看到一个人在发酒疯 然后我就很 我就很抖 我就觉得酒瓶很差哦 其实还好 我也不知道他那天为什么会突然爆气 因为他平常对我很好 他之后事后他也很愧疚啊 但隐隐就已经在那边了 这边关系是很酷的 最好的关系 你要是很酷的 好优优独播